赢在中国,互联网金融,融合与创新,趋势尽在掌握。 蓝宁宇,天使会创始人。 19岁,她成为中国最年轻的ZO。 10年间,她妻子创业。 2011年,她创办在线创业投资社区天使会,成功帮助黄太极,滴滴打车等热门公司收获天使投资。 目前在天使会注册的项目达到1.3万度,通过快速河头,她为创业者融资更容忍。 正是蓝宁宇,几乎天使投资市场,应用互联网金融方法颠覆传统融资资产。 在现在这个社会,那么我们看到了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不一样的人逐步地发现了每一个生活中,工作中,社会的价值链,企业中的每一个小的痛点。 这些痛点可能来源于我发现有一件事情不是那么美好,或者我觉得可能用另外一种方式能够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家就会去有一些特别不一样的人群,这些人呢,再去找到这些问题的一些小的细分的点。 那么利用一些新的技术手段和新的商业模式创新来去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 那么我们天使会也是这样的一个公司,我们看到有很多非常多的用户来在想怎么能够把一些创业的理想,创业的梦想能够与天使投资有更好的对接。 我个人呢,其实也是一个持续不成功创业者,创立了六家公司,那么天使会是第七家,其中有四家公司都死掉了。 有幸的是卖掉了两家公司,后来做天使投资。 投资的过程中也非常不容易,自己的钱也被卷跑过。 所以我们也在发现这个创业和投资过程中的每一个痛点。 那么比如说我们看到有几个朋友可能在北京开个餐馆,那么他要想开一家分店,那么再有还有很多不一样的场景。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我已经拿到了一笔天使投资,但是在这个天使投资基础之上,我可能还会再融资。 那么再有呢,比如说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创业者,非常不一样的在思考,说怎么能够把自己的基本融资能力和基本创业能力得以提升。 因为大量的创业者都非常不清楚自己创业的核心的理念和核心的方向是什么。 我们看到非常多优秀的团队,技术水平非常强,但是在选择方向方面都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那么我们看到创业者可能没有资金,没有人脉,也没有资源,他们可能有一腔热血,但是他们都还在自己不断地摸索自己的这个创业的历程。 那么在找团队,找资源,找经验方面都缺乏各种各样的支持和帮助。 所以我们觉得中小企业融资难并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还是怎么解决融资的基本能力的问题。 所以是提升这个改变的创业理念。 我们经历了无数多的项目,这些项目都是能够告诉他们一些不一样的思考,不一样的想法的时候, 他们能够把自己的能力得以提升的时候,他们的融资速度和进程就会飞快地提高。 同样的话呢,怎么融到钱之后,怎么花好钱,也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那么这里面呢,就需要天使投资人的出现,能够非常好的帮助他们,能够在方向洞见理念方面,能够给予他们改进的意见。 所以我们讲到有一个词叫做pivoting,这个词汇呢,更多的就是一个叫做转型。 无论是产品方向,还是说用人选人,还是说在关键的节点做出正确的决策。 那我们天使投资呢,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它是一个高风险的事情,它是一个让人能够把一个小的idea迅速地实现。 我们过去看到在中国全年从估值从零增长到一亿美金,只用12个月的公司,12个月的时间达到这个目标的公司,在全中国大概有20家。 那么在天使会上我们发现了5家。 随着现在这个整体的创业的环境和整体的这个获取用户的成本越来越好的情况下,其实一个企业从小成长大速度会非常快。 那么我们已经看到了非常多非常有意思的案例。 但是现在的话呢,为什么还有这个数据只有20家? 那我们希望能够在中国从零增长到一亿美金估值上的公司,能够用12月的时间达到这样的结果的公司,能够在未来超过100家。 这个呢,天使投资人就在这个过程中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能够帮到大家少走弯路。 那同样的话呢,我们也发现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它实际上有一个挑战。 这个挑战就是在每一轮融资,过完我们的天使投资和风险投资, 都是讲说A轮,B轮,C轮。 实际上呢,我们觉得这个融资的进程没有这样的非常清晰的轮数的分别, 而是按照一种更为方便快捷,所谓小额按需快速多轮的方式, 能够持续不断的融资。 那么这样就不会出现中间的资金链的断裂。 那么更有意义的是呢,它的融资姿态得了改变。 我们在天使会上我们也发现了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这个事情就是说我们投资人进行了分层分级, 我们认为只有这些智慧资本在自己领域里面非常懂有专业经验的人, 他能够给到创业者更好的帮助。 那么任何一个人在自己的领域里都有可能成为领头人。 举个例子,比如说雷军他可以领头移动互联网的项目, 那么袁隆平可能会跟头。 袁隆平也可以领头一个农业科技项目, 那么丁磊可能也会跟头。 所以这里面我们就发现每一个人在自己领域里最懂的这些持续创业者、 企业家、专家或者某个领域的在法律财务方面具有经验的人才, 他们都可以成为这个社会上最重要的所谓资源配置, 帮助创业者能够提供附加价值的人群。 所以这些人在金字塔塔尖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叫领头人的概念。 那么第二呢是一个跟头人的方式, 那么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成为跟头人。 跟头人呢我们也定义了所谓如何转移社会的剩余资本到天使投资领域。 那么跟头人呢也包括了这个可能煤老板啊或者是富二代。 当然煤老板举个例子, 他也可能成为这个煤矿机械或者安全生产的领头人。 那么第三类呢就是小微天使。 我们所看到的更多的包括这些亲朋好友、活跃用户、 粉丝或者是员工、上下游的产业链的这些供应商, 都有可能成为这个企业的小微天使。 他们并不一定是高进制个人, 但是他们也可以拿出自己的钱来去投资到这家企业中来。 所以我们觉得领头人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另外呢我们看到实际上在天使会上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这个现象就是我们看到有很多90后的创业者, 很多屌丝创业、宅男创业, 有非常多的这些极客、黑客、专业人士、尖端技术人才、 理工男、一些可能在文化创业领域里面的一些非常有创意的人才, 他们都在开始启航, 找到自己的不一样的创业的方向。 那么这些人呢, 他们有互联网的从业经验, 也是新一代通过淘宝百度成长起来的这些互联网人。 那么大家都用一些不一样的思路, 在想着怎么去解决传统问题。 比如说黄太吉, 这个例子呢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案例, 这个创业者他以前是百度、Google, 然后去哪儿, MC Sachi是非常棒的互联网营销的人才, 他把互联网营销的理念放到了卖煎饼果子里面, 那么能够让自己的店迅速的成长起来, 短短的用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 估值从一千万人民币, 成长到了七亿人民币。 那么所以呢, 通过互联网的这样的思维, 包括这样的新的人才, 来去做老事, 解决一些传统行业的痛点, 那么成长速度非常快, 那么根据它的成长速度, 而在不同时间节点, 带来的这个估值的变化, 而让投资人产生的这个回报的机会, 这个是我们看到非常大的一个机会。 那么同样, 我们也在天使会上推出了非常有意思的我们内部的一个机制, 那么我们内部的每一个员工都可以用我们的积分来去参与投资, 那么投资到天使会上的每一个有意思的项目中, 然后每个人在这些项目成长的过程中, 可能过了几天或者一个月, 它的数据增长了几倍, 那么又有另外一个投资人, 以一个更高的价格, 愿意投资进来的时候, 那么他就可以看到自己所投资的这个企业的估值在成长。 那么第二呢, 就是我们看到有大量的企业, 它并不一定非得是通过这个上市而作为最终的节点。 我们很多PEVC基金都是为了上市而投资这个企业, 实际上真正的优质企业是小而美的企业, 慢公司, 解决一个细分问题, 做到极致的公司, 那么这些公司呢, 他们可以以非常优秀的产品, 持续不断迭代的产品和服务, 来去满足用户的需求。 这个时候他们就是一个通过分红, 通过盈利, 来去能够让投资者带来回报。 那么包括一些线下的零售业, 联署业服务业, 都是在这样一点一滴的在成长, 那不一定非得是一个快公司, 上市的公司。 第三方面呢, 我们也看到了一个大量的融合机会, 这个就是实际上互联网的人士也好, 或者新的创业者也好, 他们所做的这个事情, 与传统产业的一个结合。 那么传统产业现在都在面临着, 转型升级的挑战。 他们也在思考如何去利用新的技术和新的人才来去解决问题。 那么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合资, 并购, 餐股等等各种各样的形式的一些融合。 那么360这家公司也在天使会上已经收购了六家公司。 所以呢, 我们也发现大公司也在融合小公司, 不再像以前BAT的这种抄袭的方式。 那么传统产业也在与新技术进行结合。 那么在天使会上, 我们也推出了非常多不一样的一些融资的手段和工具, 包括了可转债, 任务权证, 股权期权等等, 不一定都是股权融资。 那么它能够通过不同的节点, 来去对中小企业的需求和创业的需求, 来去做不同行业的引导。 我们也推出了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如何帮助创业者和自己的员工, 在早期更合理的分配股权期权。 因为我们看到, 大量的中小企业, 实际上都不知道怎么去分配股权期权。 而大量的人才也不理解自己, 不认识自己, 不知道自己的优势到底是什么, 不能够把自己的优势和自己所做的事情更好地结合, 不能够match到最好的团队。 那么我们也看到, 如果即使达到了这样程度, match到最好的团队的时候, 实际上它的股权期权的分配也未必合理, 也并不一定拿到应该属于自己那一份。 那么实际上天数就在推出一个对人进行估值的系统, 能够帮助每一个人发现自己, 认识自己, 找到自己最合适, 最感兴趣, 最能够发挥自己优势, 心心之火可以燎原的事情, 并且能够找到最好的团队, 按照最合理的有效的办法来去分配自己的比例, 能够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拥有自己所热爱的事业的那么一小份, 哪怕是一点点, 那么整个的这个社会的动力和创业的激情, 还有包括整个的这个氛围都会有巨大的不一样。 那在天使会上我们有140个创业项目, 已经拿到了超过3亿人民币的融资, 最快速的项目在天使会上只用40分钟完成融资, 平均每个项目在天使会上融资的时间在两周时间, 目前在天使会上大概有7万多个创业者, 有2万多个创业项目, 那么有1200多个投资人, 那么我们也有200多个全国的孵化器, 那么创业项目也大多数分布在这些移动互联网和互联网的企业, 那么也有一些传统的O2O和互联网结合的这样的一些项目, 90%的项目实际上都是在处于一种高速成长和早期的阶段, 那么基本的融资需求都是在300万到500万之间, 那么天使会的投资人也都是所谓的智慧资本, 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smart money, 他们能够在天使会上不仅仅找到项目, 而且找到自己能够把自己的价值也赋予到项目中的这些机会, 那么其中有60%的投资人都是能够自己独立进行决策的投资人, 那么我们也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天使会的demo day, 能够让所有的创业者投资人有一个更为亲密的面对面的沟通, 这个demo day也覆盖了接近600万人群, 今年我们也推出了一个叫100X的加速器的平台, 那么所谓100X的概念就是100倍天使加速器, 那么大概都有这些持续的创业者, 他们自己把自己的公司卖掉, 然后又投过10以上的项目, 至少有一个有过100倍的成长, 那么他们也能够把自己的经验传达给这些优秀的创业者, 那么这些投资人大多数有很多都是80后创业者, 那么也有非常多的这个我们所谓叫做持续不成功创业者, 比如说像戴智康虽然把公司卖掉, 但是也没有做出一个很大的事业, 但是看到很多的非常多的创业中的困难和问题, 那么我们大概有十多个这样的这些优秀的这些持续不成功创业者背景的天使投资人, 来去帮助亲身的帮助这些每一个创业者所遇到的问题, 那么所以呢我们也在天使上推出了一个叫做快速合同的功能, 这个功能是能够让创业者改变姿态的一个功能, 它是一个进度条,也被所有的媒体称之为所谓的众筹, 实际上我们并不认为自己是众筹, 我们实际上是一个天使投资, 在线的孵化的平台, 我们是一个帮助创业者转变姿态的平台, 那么创业者以前需要拿着自己的商业计划书, 一家一家的投资人去敲门, 去发邮件, 去通过朋友介绍, 去通过财务固文沟通, 来去找投资人, 而现在呢他们只需要专注的发布自己的产品, 自己的用户, 自己的里程碑在天使会的平台上, 那么投资人自己就会找过来, 主动的来去抢着给你投钱, 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创业者和投资人之间的关系就得到了转换, 超过人口之后, 我的姿态是我去选择谁能够给我钱, 我未来五年的心血, 兄弟们奋斗的心血, 不是说谁给谁就给谁的, 而是说我要去挑选投资人, 哪个投资人能够对我有价值, 我才需要这个投资人的钱, 并且在天使会上, 这些创业者也不仅融到了资金, 而且还融到了创业以外的需要的人脉, 那么实际上它所谓按需小额快速多轮的时刻呢, 它可能只出让了一个10万人民币, 或者是20万人民币的股权, 但它有可能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 比如说腾讯的高管, 或者是阿里的高管等等, 非常优秀的资源, 这个所谓的案例就是Lub Radio, 这个案例是一个天使会推出快速合同功能条的第一个案例, 那么有7个投资人合同这个项目, 在短短的14天超额认高了134%, 刚才我提到的在天使会上这个投资, 实际上是一个小额按需快缩轮, 能够让创业者没有后顾之忧地去创业, 不再担心自己的资金链会产生断裂, 那么它是一个平滑的增长, 并且它的估值也会非常的有利于创业者不再出让过多的自己的股权, 那么我们相信在未来资金会直接配置到项目, 那么所谓以前传统的这些风险投资基金, 实际上是一种blind pool的方式, 通过建立一个基金来去投资10个项目, 然后说帮助项目能够有很多附加价值, 实际上他们管理的是别人的钱, 是用别人的钱进行投资, 而天使投资人是用自己的钱进行投资, 他们不仅仅投资, 而且投人,投经验,投资源, 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够在不同的节点还提供不同的战略和方向, 那么如果亏了钱, 他们也不担心, 因为这是他自己的钱, 他亏了就亏了, 我们认为天使投资最终的资金会直接到项目, 而不再需要这些资金管理人在中间进行管理, 那么在未来可能不仅仅是天使投资, 而是在A轮B轮C轮更多的资金融资的时候, 也并不一定需要这种资金管理人在其中提供的作用, 而是真正的那些手握资金的人可以直接进行决策, 所以我们天使会为创业者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服务, 包括简单高效的融资服务, 包括快速成长的估值平滑增长的服务, 包括我们为创业者提供高效的低成本的融资渠道, 包括我们为创业者提供完全的钱以外的附加价值, 那么对投资人也一样, 投资人以前在做天使投资的时候, 会非常多的去考虑自己的鸡蛋会不会放在一个篮子里, 还是N个篮子里, 那么一个项目融资可能需要一两百万人民币, 但如果都投进去的话呢, 风险也很高, 但在天使会上他可以同时投入N个项目, 那么把自己的风险得以分散, 跟着有经验的投资人一起合投, 那么同时的话呢, 天使投资人也可以获得不同的投资方式的这些负向的激励, 比如说作为领头人的这样的这种领头人的激励, 以及跟头人的跟头的权利等等, 那么我们为中小企业开辟了一个全方位的这样的一个从小到大高速成长的一条线的这样的一个服务, 那么在这个服务基础上呢, 我们能够为中小企业提供一个快速进入资本通道的一个服务, 能够构建一个长期的系统资本体系, 那么这个办法实际上帮助中小企业能够不用再去担忧融资的问题, 而是说专注的把自己的企业做好, 同样的话呢, 我们也推出了从头前头中头后的这样的一整套信息化的方案, 能够让股东之间能够更好的决策, 有更好的分红, 有更好的信息披露, 也有更好的这个股权期权的分配机制, 那么通过调动每一个人在天使投资, 在早期投资这样一个角色过程中, 能够发挥自己不同的优势, 能够整个激活激发这个市场, 那么我们也看到美国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平台叫AngelList, 也被称之为超过纳萨克的下一代平台, 那么在AngelList上也有大概两万多个企业, 那么目前也有两千多家企业完成了融资, 超过了18亿美元, 那么我有很多非常成功的案例, 包括黄太吉, 一下厨房, 带姨妈, 第一大车, 带小蜜等等, 非常多的这些互联网的创业的项目, 在天使上融到了资金, 那么我们的团队也来自于非常优秀的互联网的创业的团队, 我们是一个持续不成功创业者组成的这样的一个团队, 也是天使投资人组成的这样的团队, 能够真正的了解用户的痛点, 那么我们有一个理想, 这个理想就是希望能够帮助到每个创业者, 帮助到他们在创业过程中, 能够发现自己的困难问题的所在, 并且帮助到他们能够找到未来自己的创业机会, 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能够发现每一个, 能够有钻研精神, 有极客精神, 能够聚焦在某一个领域里面, 能够把自己的核心价值和企业的核心价值, 与社会的核心价值, 能够进行融合的这样的优秀的人才, 能够帮助每一个人实现自己的梦想, 能够激活两亿宅男, 两亿屌丝创业的这样的一个激情, 我们相信在中国这个最好的黄金十年, 最好的信息获取的通道, 最好的各个行业, 各个领域的细分的创业的机会的时代, 每一个创业者都能够找到自己创业的这些, 不一样的有趣的事情, 能够让大家做有意思, 有趣, 有利, 能够产生更大社会价值的事情, 能够帮助每一个人实现梦想, 那么这个也就是天使会的梦想, 谢谢。